夏天到了,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到游乐区玩水,但有妈妈带两岁半的孩子去玩,却被帮普加段右手无名指指头,且当事者已离开,让他忍不住在脸书PO文寻找,拜托当时有在场的爸爸妈妈们提供我们线索,拍照或录影,已厘清事故发生经过,也希望当事者家长能跟他联络, 民国111年7月20日星期32点至14点30分之间,这期间细水的请提供我照片或影片,该名妈妈在脸书发文,当天她带两岁多的孩子到小叮当游乐区亲子细水区,儿子正在玩水却发生意外,不知道怎么被其他小朋友用帮普加段右手无名指指头。 妈妈表示,当时有人在旁边协助处理,还以为对方是当事者,后来才发现并不是,下午2点20分左右第一时间我们紧急叫救护车,当下也报了警,由于事发当下当事者跑掉了, 因此拜托当时有在场的爸爸妈妈们提供我们线索,以厘清事故发生经过,她并指出,当事者小朋友身形肉肉的,穿一件白色三角内裤,身高约100至120公分。 她庆幸手指有找回,还好没被水冲走,会缝合回去,就希望顺利,真的很恐怖,小孩手太小真的好可怕。 原PO并表示,原本以为当下陪找手指跟处理事情的是当事者,也认为孩子手指放的位置不适合,所以并没有太多情绪,事后才发现并不是,现在想想觉得他们需要负责。 业者还原事件经过,家属向原邦描述,当时家长坐着休息,听到小朋友哭后,就立即上前查看发生什么事,当时看到其他游客也正在玩着设施。 机桶,当家长处理小朋友伤口时,这群游客就一轰而散,因此家长才请园区协助帮忙寻找当事人。 业者强调,该项设施,机桶,已设置20多年,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,因担心有安全疑虑, 上头都有清除安全标示等境遇,目前这项设施已暂停使用,将请厂商进行彻底检修, 做到安全滴水不漏后,再提供给游客,苹果新闻网综合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